这一起枪击案发生在昨晚10点左右 事发时彭亨利贝一名55岁的乌易商人 独自开着丰田四轮驱动车返回劳务的住家 不料途经刮拉美当大街通往双溪割秧的路段时 遭到5名枪手拦路 先后朝他连开7枪 在抢走一个装有一万令吉现金的袋子之后逃之夭夭 身受重伤的商人过后被送往医院急救 立背警方表示5名匪徒分别乘坐三辆车子干案 他们一路跟踪商人在超车拦截他 初步调查显示至少15枚子弹贯穿商人的四驱车 警方目前援引军火法令第三开枪抢劫 刑事法典395结火抢劫 以及397持卸抢劫条文调查这起案件 NTV7综合报道 7燈 9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